哈喽,好久不见 今天我打算做一个书籍分享类的视频 那由于现在是疫情期间嘛 大家都是宅在家里不能出去玩 所以呢我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旅行 但是呢我不是要给大家推荐传统意义上的旅游书或是旅行攻略 而是想通过给大家推荐两本书来跟大家讨论一下旅行的意义 一本呢是列维斯特劳斯写的忧郁的热带 一本是卡尔维诺写的看不见的城市 前一本书呢是一部真正的游记 只是这个游记所描述的是我们不太熟悉的一种或是说几种社会 后一本书就是卡尔维诺的这个看不见的城市 它比较轻松一点 书中描述的城市呢也都非常特殊 因为它们并不存在于我们真实的世界里头 那在视频的最后还会再给大家推荐一个跟旅行有关的综艺 放在最后来讲 OK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忧郁的热带》这本书 这本书呢它其实很早就在我的代读清单之上了 那我也是趁着疫情期间 然后前几天刚把这本书给看完了 这本书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人类学的著作 作者是列维斯特劳斯 那么他也是结构主义人类学大师 这本书所记录的是他在年轻的时候 进到印第安人族群去进行一个田野调查的这么一个过程手册笔记 那么这本书的完书呢是在他五十几岁的时候所完成的 所以虽然我们在书中会看到大量的对于各个社会的一个描述 但是我们依然可以在书的开头以及结尾的篇章里头 看到列维斯特劳斯自己的一个思考的心路历程的一个成长 以及他对于人类学意义的思考 看完这本书呢你可能会对于印第安人是一个什么样的族群 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我们很经常会把印第安人跟野蛮人画上等号 那么他们真的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原始部落 或者说再想的可怕一点 是一个吃食同胞血肉的残忍部落 列维斯特劳斯在书中用了许多的例子来告诉读者 他们有自己的社会文明 有自己的行为方式 有自己的社会运转的一个结构 只是他们的这些与我们自己社会里头 我们的传统认知完全不同 举一个例子来说 作者在书中很详细的介绍了四个不同的印第安人族群 那么其中有一个叫做卡都卫欧族 我们可以先来看看这个族群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习俗 首先他们会在自己的脸上甚至身上画满图案 其次他们会把脸上的所有的毛发给拔除 最后呢他们还崇尚堕胎和杀音 那么在听到第一个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说 印第安人都是在脸上涂涂画画嘛 这没有什么 听到第二个的时候呢 你可能会觉得说 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癖好 为什么要把脸上的毛发全部给拔除掉 那听到第三个的时候 你可能就开始会在想他们很残忍了 但是呢 让我们先把我们自己社会里头 一套评判美丑善恶的标准先放一放 因为我们社会的标准 跟他们社会的标准是完全不同的 如果我们想要去理解他们社会 为什么会这样去做呢 其实也不难 我们可以先来看一下 他们是如何去对待自然的 卡独卫欧族人他们其实是厌恶自然的 以及包括我们所有一切自然而然产生的感情 他们都同样的厌恶 然而这种对于自然的厌恶 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个进化 他们认为脸部绘画可以使人保有尊严 这保证了他们可以有自然状态 像文明状态去过渡 可以由野蛮人进化成一个文明的人类 去除脸部毛发和堕胎杀音 其实都是一个道理 这背后隐藏的就是卡独卫欧族群的人民 他们对于人类作为动物本身所具有的属性和行为的一个排斥 其实像我们看到欧洲人看到白人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说好多欧洲人都长得很好看 但反过来在他们的眼里就不这样想了 因此呢有着浓美的欧洲人 在他们眼里就是被他们所比喻的驼尿兄弟 其实讲到这里啊 列维斯特劳斯已经给我们上了一课了 如果我们真的想深入的去了解一座城市或是一个国家 我们应该需要做的是把自己的偏见放一放 也就是说把自己固有的对待社会的各种各样的看法给先放下 以一个更为客观的视角去看待一个文化或是一座城市 那最后再来举一个作者是如何看待印度的一个例子 再来补充说明一下我刚才讲的这个观点 那作者到印度旅行的时候呢 他经常会碰到被各种各样的人所包围 那么这些人包围上来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就是变着法的向作者去讨欠 如果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行为 很容易直接去给他下了一个定义 就觉得说这些人太没有素质了 这些行为实在是太可耻了 但是列维斯特劳斯他在书中有说过这么一段话 任何人如果觉得好笑或厌烦 应该想想这两种反应都接近亵渎 批评这些奇形怪状的手势和扭曲变形的动作都毫无意义 取笑更是犯罪 他们是什么就应该看成什么 生死斗争的临床症状 促成这种充满绝望的行为 只有一事就是饥饿这个无时获望的牵挂 旅途上其实未必都是美景 但各种各样的经历其实都是在向我们传达这个城市 以及这个文化的某种讯息 如果我们任由自己的情绪带领我们去做出一个判断 那我们其实也就失去了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个文化的机会 那由于视频时间有限 所以对于《忧郁的热带》这本书呢 我就先介绍到这里 这本书呢确实会比较厚一点 读起来可能也会有一点吃力 但确实是一本非常精彩的书 读完你会发现 伊威斯特老师这个人类学大家 他其实非常的可爱 会任性 会困惑 充满了好奇心 但他的思想也充满了智慧 我前两天刚建了一个公众号 有写了一篇关于忧郁的热带的一个书品 那我在文章里头呢 有更详细的去介绍和探讨这本书 我会把文章的链接放在简介里头 如果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过去看一下 插个题外话 就是我其实建这个公众号的目的呢 是为了督促自己可以多去写作 那这本书的书评只是第一篇 以后还会在里头陆陆续续做一些分享 这个分享应该不会只局限在书籍类的 我应该还会再做一些关于电影啊 旅行或是生活感悟之类的一个写作分享吧 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但是呢这个更新估计会跟我在B站更新视频一样 时间不确定 虽然我心里的计划是我一周能更一篇 但是我不想立flag 我一立flag就到 所以呢我会努力多更新 但是实际上还是要看 如果有东西的话我就会写 如果有看了一些什么产生了一些想法 我就会多去写一些 就跟拍视频一样嘛 就是要有想法的时候才会拍出来比较好一点 好回到主题 我们继续来讲一下第二本书 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 这本书呢整体读起来非常轻松 而且我们会发现它也很薄 这本书的这本书的厚度跟忧郁的热带比一下 其实就只有它的四分之一这样 我刚刚呢在视频开头呢也有提到过说 这本书之所以叫看不见的城市 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书里描写的所有城市都是卡尔维诺虚构出来的 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名字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在 因为现在的城市越来越同质化了 大都市也就是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特大城市 正在以一种单一的连续性的方式 正在侵蚀着我们的世界 所以呢人们也就对城市越来越舒适无睹 卡尔维诺说他其实是把他写的一座座城市 看成一首首小诗 那他在书中也提到了说 这是他献给城市的最后一首爱情诗 因此呢他也为这些城市起了一个个女人的名字 关于这一座座城市的描述其实是很零散的 城市和城市之间它并没有一个关联性 那卡尔维诺是怎么把这些城市串联在一起的呢 在书中我们会发现有两个常驻人物 也就是我们都知道的 一个是马可波罗 一个是忽必烈 那所有城市呢都是借由马可波罗之口 向忽必烈转述描述出来的 所以我们在每一张的开头和结尾 都会看到一段马可波罗跟可汗的一个对话 其实我觉得 作者对于城市的这份温柔 也借由马可波罗之口表述出来了 那在书中呢 波罗对可汗说过这样一句话 记忆中的形象一旦被词语固定住 就给抹掉了 也许我不愿意全部讲述威尼斯 就是怕一下子失去它 或者在我讲述其他城市的时候 我已经在一点一点失去它 对于这本书呢 我不会去做过多的一个评论 因为作者自己都不愿意对他所创造的这些城市 去下一个定义 他认为说这些城市其实在每个人的眼中 都会带来一些不同的感受 就像一千个读者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用作者的原话来说 就是掌控故事的不是声音而是耳朵 也就是说 说故事的人怎么去说这个故事 并没有那么重要 而是你怎么去听 怎么去理解 反而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不过在这里呢 我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个人比较喜欢的 其中的一座城市 正好也可以让大家看一看 卡尔维诺所创造出来的这些城市 有多不寻常 这个城市呢叫做莫里亚娜 它是这样去描述的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它的一个城市的描述 也就大概这么长的一个篇章 所以其实你如果去看这些城市 当然也有长一点的 所以你去看这些城市 你就算随手搬到一篇城市 你都可以开始读起来 而且也不会耗费你太长的时间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座城市 莫里亚娜 你涉水渡河穿过关口后 眼前忽然闪现的就是莫里亚娜 它的雪花石城门 在阳光照耀下是透明的 珊瑚柱子支撑着香乐 蛇纹石的三角门市 别墅都是玻璃制造的 像水族馆一样 水母型的吊灯下 披着银色临装的舞女在灯影下游异 若不是第一次出门远行 你一定知道 这样的城市肯定会有它的反面对应 只要绕半个圈子 你就会看到莫里亚娜 掩饰者的另一副面孔 一大片深锈的铁板 麻袋片 卸着钉子的木板 沾满玫瑰的管子 成堆的废铁罐 挂着褪色招牌的墙壁 藤条破损了的椅子框架 只适于把自己吊在腐朽的 乌梁上的绳子 从这面到那面 城市的各种形象在不断翻翻 但是却没有厚度 只有正反两面 就像一张两面都有画的纸 两幅画既不能分开 也不能对看 我们会发现这座城市 很神奇的地方就在于 它是一个二维的城市 我们知道我们的城市 就是在地平线上拔起来的 一个三维城市 但是它的城市就像一张纸一样 这一面是一个样的 反面又是另一个样 那这个只是卡尔维诺 创造的某一个奇妙的城市 里面还有许许多多千奇百怪的 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 所熟悉的城市的模样 其实我觉得卡尔维诺的这本小书 有一个很神奇的力量 你会发现它的文字很美 城市很美 可以很容易地激发我们的一个想象力和观察力 或许你在某一刻 读到某一座城市的时候 你不仅会对城市 可能还会对自己的某些经历产生一些反思 所以呢 把看不见的城市推荐给大家 在我们没有办法出去旅游的时候 可以在这些幻想的城市里头旅游一次 也未尝不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OK 书籍的推荐呢就到这里了 现在再附赠给大家一个彩蛋 我觉得放在这个主题里头还蛮合适的 因为我前面推荐的书籍 一个是我们几乎不会去接触到的一个遥远的社会 一个是完全不存在的虚拟的城市 那我想通过推荐这部综艺呢 也可以把我们从比较遥远比较虚拟的这么一个状态 拉回到现实一点 其实我不是非常喜欢看综艺感很强的旅行 因为我觉得很多时候节目会为了一个综艺的效果 以及情节的跌宕起伏 去抹杀了很多旅游能带给我们的一种思考和真实性 我想推荐的这部综艺呢 是阿雅制作并主持的奇遇人生 我只看过第一季 我觉得拍得很走心 每一集呢就是阿雅请一位明星嘉宾 然后他们两个人去到一个另一个城市一起去旅行 但他们去的呢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景点 不是去打卡拍照拍景点拍美食这样子 比如说他有跟小S去到非洲去看大象 他有跟春夏在美国去追龙卷风 他有跟豆硝到了印度尼西亚去爬查亚风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 首先他的旅行在本质上就已经有一种是在行进的概念 是在探索的概念 而不是一个旅游拍照的状态 我之所以喜欢这档节目呢 就是在他们旅行的过程中 阿雅首先阿雅也会不断的在跟嘉宾聊天 那么其次就是他们在旅行过程中也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但就是因为这些真实存在在旅游中的问题 就不是像作秀节目里头存在的那些 可能比较肤浅表面一点的问题 而是真正在旅行中我们可能会遇上的一些问题吧 因为有这些问题的存在 我们可以通过这一场场旅行 看到嘉宾内心的一些比较深层次的一些想法吧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节目很可贵的地方 那总归这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综艺了 也推荐给大家 就算大家并没有想说要去从里头去获取一些什么想法信息 但是我们光去看他旅游的这些地方 这些美景这些 平时我们可能不太会经常看到的 一些景色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一场视觉上的享受吧 我之前还搜了一下 《奇遇人生》也出了第二季了 但我第二季还没有看 我看豆瓣上的评分 它其实没有第一季高 不过我看里面有那个刘文和周迅 我还蛮喜欢的 所以我估计以后会抽时间 把他们俩的这两季给看一下 那今天的书籍分享呢就到这里了 希望大家会喜欢 如果对这个分享以及对我之后的分享有什么建议或是想法 都可以在评论或是弹幕里留言给我 我还是会努力多更新一些分享类的视频的 那我也知道关注我的朋友们呢 大部分都还是学生 大部分学校也都还没有开学 所以在这里呢 首先呢 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其次是我觉得真的可以好好利用一下这段时间 这段假期我们可以把一些想看的想学的想做的事情 利用这段时间去看掉 给自己充一下电 好了 祝大家假气愉快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他经常会碰到 哎这么 loss的事 给各位朋友勉快 aika倾时 这会有多幸運的 不过ído了 下个视频 ��中文字最良уем的 发射中文字bul 与 stock讯序 我拍摄 才不愉快 我拍摄 发射中文字 我应该这也就讲下个 Sweet